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之前我們給大家介紹過 小水神自研的光紅FSC FP顯示器 刷新率達到了很誇張的500Hz 價格卻只需要其他競品1%多一點 不過1080P500Hz之價的參數 註定是比較小眾的 設計遊戲發插友才可能會考慮 而在預算相對充足的情況下 購入庫還是會購入一台兼顧了 高分辨率加高刷新率的顯示器 這樣才能盡可能的照顧到 三人遊戲銀娛樂等等場景 小二人自然也考慮到這個點 在今年推出了他們的重磅新品 光魂27X1U 採用了經典的LG WR8面板 支持4G分辨率 165Hz刷新率 10比特色聲以及HTX600 96W的C口充電 甚至是DP20接口 4090都還沒有支持DP2.0 顯示器上都支持了 不帶支架的單顯示器是2999元 這台顯示器表現中間我們來實在看看吧 這次我們先從OSD開始說起 因為這台顯示器的OSD細節實在是太多了 很值得細說 在沒有打開OSD的時候呢 直接推動搖桿式可以很方便的調節亮度 KM切換 屏幕準形以及切換數據的 而在打開OSD之後 第一個顯示模式的預設菜單中 能看到27X1U還附帶了Mac模式 我們稍後來測試這個模式的表現 電競方面的設定也是下了不少功夫了 響應速度菜單延續了光魂200SFP的優良傳統 能夠自定義響應速度 除之外的可變刷新率 超頻 輔助準心 自不必多說 菜單還有一個很好玩的高背景功能 大概以後呢 屏幕中心內容會被放大到顯示器屏幕上 這個功能還是娛樂效果比較強 目前我們在剛照的時候 這個高背景的功能 只能放在左上角 很多情況下會遮擋屏幕內容 在我們跟寫小雪人反規之後 第二天就發了一個顯示器的新版固件過來 跟之後就可以隨意放在屏幕的四個角落了 這個形容力可真是太強了 最後是系統設置 諸如說調整菜單的顏色位置 透明這些是行業相對少見的選項 在消費者這裡已經是機操了 在這一堆中比較興趣的是 這個電源的指示燈是可以關的 但也不是完全關閉 在操作搖擺的時候 還是會像按鍵燈一樣閃動一下 很有意思 同時來說 OSC的選項佈局邏輯 菜單操作邏輯 以及界面的美觀程度 都有跟大賞白白手外的實力 跟一些把五項用感做成四項的廠家比起來 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我們平時測試的時候 竟然要忍受很多顯然氣大廠的 反人類OSC財單 我覺得這個純粹就是懶得優化 如果說每個廠家都像小雪人這樣 那消費者真的是太幸福了 這裡也是多提個八卦 觀魂27XC U20小雪人 最早研發一款顯然氣 卻是非常晚才做出來的 可見其中投入的精力還是非常多 也能看出來少許人對這款顯然氣的重視程度 接下來才正式開始顯然氣的陣容 觀魂27XC U的包裝還是和這件產品一樣 在牛皮紙箱裡面 又準備了一個彩色的包裝紙箱 保護做得非常到位 彩色包裝箱比較簡潔 並沒有像25S1P一樣印出核心賣點 正反兩面都只有一個顯然氣的測染圖 加一個產品信號 打開包裝箱因為首先是一層保護海綿和配件盒 配件盒內附帶了一個白色的外置電源 一根同樣為白色的USB上映線 一根DP線 給顯然氣做了白色的配件還是比較少有的 把配件層取出就能看到顯然氣本體了 包裝內並沒有附帶支架 觀眾們如果想要支架就需要購買附帶支架版本 支架我們這次拿到這個需要 加999元的search版本 工程上支持基礎的升降水平旋轉垂直旋轉 在顯然氣旋轉到水平和垂直兩個檔位時有一定的段落感 整體的做工也非常好 全履的CNC用量非常豪華 不過這個價格還是有點貴了 如果說觀眾朋友們要入手顯然氣的話 可以選擇加199元帶支架版本 或者說是自備Visa支架 接下來看一看外觀 正面邊框的控制很不錯 顯然氣點上時候的銀色外框不會顯得眨眼 背面的設計元素也不多 凸起的部分左上角有一個SDC的LOGO 除之外就沒有其他內容了 整體的外觀凸出兩個字 簡潔 做工算是中規中矩 在固定支架的凹槽裡面能看到少量的速度殘留 背部左下角放置的一個5向搖桿按鍵和一個電源按鍵 外部的跨打機方面 光管XCU是有一個外置的電源接口 兩個HDMI 2.1接口 兩個DP2.0接口 一個USB Type-C接口 一個音頻接口 一個USB上映接口 第二個Type-C接口 側面配備兩個USB下映接口 支持KVM功能 整體的配置非常齊全 DP2.0接口如今還是很稀有的 NV的4DG顯卡目前也只有DP1.4 我們手裡的Intel A750顯卡雖然支持DP2.0 但是僅支持到USB10協議 带寬只有40G每秒 輸出的格式跑不到4K10bit要4Hz 被限制在120Hz 而且由於驅動不完善 還不能自由調節 只有使用AMD的7天氣顯卡 才能成功看到DP2.0的 UHB13.5協議該有的傳輸效果 也就是在關閉DSC情況下 跑到4K10bit 165Hz 這個DP2.0接口可以說是 站位來吧 如果說 NV在50系顯卡上使用了DP2.0 到時候也就不需要再去更換顯示器了 另外消費人這次把下行Type-A放到左邊 應用性高了不少 只問USB接口的使用體驗 個人覺得最方便的除了華為DMV 其次就是這樣的形式了 USB的接口配置和25S11P類似 同樣是C口一線通 同樣速率設置 在通過Type-C一線通的時候 USB下行Type-A接口會跑在USB20速率上 說之外 27XCEO還加了一個用於充電的C口 消費人表示這個C口 是更多考驗到現在越來越多的設備 採用C2C的供電才設計的 非常合理 兩個C口的充電能 另外經過我們的實測 96W的PD充電並未虛標 實際能夠握手到這個功率 不過應該是受到了這台被充設備限制 功率一直穩定在60W左右 不肯往上跳 旁邊的充電專用的C口 則是能夠實現最基礎的5V1M充電 良勝於5W 又比較適合給外設 比如說無線鼠標或者無線耳機這類東西充電 我們接下來點上這台顯示器 右下角的電源指示燈會隨著亮起 屏幕上照例會出現一個SDC的LOGO 進入共同模式可以看到 27XCEO搭載了一塊來自LG的面板 型號為LM270WR8 跟LG的27GP95R 菲利普的279M1RVE的同款面板 整體的觀光還是非常細膩的 顯示器分別率3840×2160 出廠刷精率144Hz YC中有超頻到165Hz的選項 不過如果像NV40系 目前只支槽DP1.4接口的話 那麼如果想要開啟4K165Hz 只需要在OSC中打開DIC色彩壓縮才可以 打開DIC、VR通過HDMI、DP連接到PC 都能夠支持4K25Hz 10bit 全範圍輸入以及G-Sync compatible 連接到PS5能夠支持4K120的可編上去率 於HD 其他方面 2CXCEO做了SRGB與DCI-P3 兩種模式的色譯切換 支持8斗10bit的色深 SRGB模式下色譯覆蓋為98.4HRGB 色準平均DETAE1.03 最大DETAE1.8 表現不錯 DCI-P3模式下色違覆蓋也達到95.6% 不過跟之前的25SE MP一樣 在DCI-P3模式下色準就不太理想了 應該也是沒有做P3模式交色的原因 此外我們這次還測試了低亮光模式 與Mac模式的色彩表現 連接到Mac光時切換到Mac模式 色違切換到DCI-P3 2CXCEO的色彩表現比較亮眼 平均DT1E0.4E最大DT1E1.21 就是白點1就飄了 白色之前看起來是偏綠的 亮度方面 在SDL模式下測得屏幕最大亮度約500Nit 在HDR下亮度能達到700Nit左右 封鎖亮度能夠接近740Nit 觀眾朋友如果想入手的話 還是比較推薦打開HDR使用的 接下來是運動清晰度 光滑溫27XCEO在響音時間上 有四個擋位可調 分別是關閉 快速 XC Sports 和自自立 在我們的時代下 快速擋位能夠明顯地環境UFO的脫影 XC Sports模式則會突然比較強的過影 最後就是小水人祖傳的項目 自定義模式允許玩家自由調節顯示器的響音時間 不過有兩點 我們和之前測試過的外赫兹的25S1FP不一樣 首先是自定義調節的檔位 25S1FP的調整佈鏡為2 也就是說可以從0到100存在50個檔位 而27XCEO的佈鏡為1 也存在100個檔位 第二個是27XCEO的自定義檔位 如果說拉滿 完全能夠達到XC Sports檔位的水平 不過像25S1FP那樣 拉滿了才跟快速檔位平起平坐 我們覺得採用這樣的調節邏輯 自由度才會更高 實用性能也會越來越好 而在HDR方面 除了常規的HDR600模式外 26XCEO內置了一個名為XHDR的特殊模式 我們也是玩了幾個遊戲 嘗試一下具體效果 比起HDR600模式 XHDR模式整體亮度高以前 按部也會稍微變亮一點 在高過程度以下感覺和光源好像更亮了一些 總體來說 跟HDR600模式並非置得飛越 而是一些比較細微的調整 而在關鍵時候 XHDR模式能夠提升畫面部分場景的對比度 加上畫面不會閃亮對出細節 關鍵時候還是比較推薦打開這個特殊模式 看到這裡 大家都應該對光魂27XCEO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們來總統一下吧 27XCEO在4K165的基礎上 給到了足夠豐富的介面配置 功能豐富好用的IC台單 HDR600 說之外電汽功能也沒有落下 屏幕準心 詳細時間調節 應有盡有 還有像高倍鏡 電源池燈可觀 這樣的別處心態的小設計 小設計還是盡量做到的 能給的都給到玩家 傑克器2999元的售價 在4K高刷顯示器裡競爭力還是在線的 我們把它推薦給輸刷用戶 1. 用一台高配PC 並且有一定程度了解遊戲的花質設置 能夠讓想玩的遊戲 在4K下跑到6幀以上的遊戲用戶 2. 對觀影有定要求 想要光看HDR內容 同時也要想監貨一定的遊戲上的用戶 可以看出它 小設計不停想在硬件上推量 而且在價格上還有優勢 甚至在軟件層面上也做出了非常多有用的設計 希望能給顯示市場帶來更多選擇吧 那今天節目在這裡 不知道要看了我們的測試 你如果要看待 喜歡粉絲的光魂2CXEU 歡迎留言彈幕與我們交流 留言告訴我們別忘了點擊小鈴鐺 和點個贊 我們是全職YouTuber 你有沒有點贊 在我們分享中央 如果想來解更多的電腦資訊 可以告訴你微信訊號 長環客CLK 如果想購買電腦換 給兩個操縣部長環郭的數碼 或者淘寶 送上我們長環客 謝謝長環客 我們今天我們下次見 拜拜